好 真的太粗心大意了 这是竟然有人把价值五百万的钻石翡翠项链 当成了垃圾而丢掉 新竹有一名欧小姐 她跟先生开了一间珠宝公司 前几天的时候 先生赶着要去见客户 结果忘了把项链放进去保险箱里头 而是随手藏在一个纸箱里头 没想到事后也忘记拿出来 又随手把纸箱放在门口 送给人家做资源回收 结果项链连同纸箱 都被陌生人给捡走了 现实际画面里 录到石黄妇人骑着摩托车 看到欧小姐家门口摆着一堆的纸箱 石黄妇人从容的收拾纸箱 似乎没有发现到里头藏有价值五百万的钻石翡翠 妇人在门口待了两分五十秒 接着载着纸箱离开 刚开始掉车 我们心里想说是熟人捡到还没那么急 可是因为看到了监制画面 看到了是一个路过骑摩托车的人 那我就觉得很紧张 欧小姐心情如焚 怪先生太迷糊了 把帮客人设计的项链和戒指 来不及放进保险箱 随手藏在废纸箱 没想到事后忘记拿出来 就把纸箱拿去回收 闪闪发亮的翡翠碎钻项链和翡翠戒指价值五百多万 类似欧小姐不见的设计品 因为习惯会把回收物载到竹东旧店面放 让石荒老人来捡 但却弄脚沉着 由于监视器画面难以辨认石荒富人的车牌和相貌 再过几天就要交货了 欧小姐希望捡到的人物归原主 好对客户有个交代 明镜新闻 叶欣凯 新竹采访报导